那四三年中十月的时候 第三批毕业了 回到了印度 回到印度以后 差不多是四三年七月毕业以后 回到印度 接受印度训练 这时候成立的中美空军混合团 当初的概念 就是说是 当我们培养你们中国空军 能够独立作战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派那么多美国部队来了 他们印象的时候 欧洲优先 欧洲战场优先 我们就可以派把这些人员 派到欧洲战场去 所以说我们当初 成立中美空军混合团以后 我把你中国空军培养起来以后 你们就独立作战 我们只要派少部分人跟你们合作 你们独立作战 我们就可以策刷 可是事实上 随着时间的展移 美国部队是人越来越多 到抗战势力的时候达到一万 一万人听起来很多 事实上在整个航空队头 是最小一个单位 像二十航空队有二十万人 有二十万人 他们十四航空队只有一万人 还是已经是到战后 陆陆续续补充补充的来 才有那么多人 那十四航空队就是说 始终美空军混合团成立的时候 正好第三批进来 第三批进来的时候 就刚开始就成立了两个中队 就是把第三中队 原来的队员 就是说他成立一三五三个大队 第一大队是轰炸 第三第五是驱逐 这些队在中国本来就有这个单位 翻号都有 三十二 二十八 三十二 七队 八队 第三大队 七队 八队 二十八 三十二 这是中国的翻号 所以这些翻号都有 五大队 十七 二十七 二十九 二十六 这个原来都是中国的翻号 这都是中国的翻号 他沿用这个中国大队 可是里头人呢 除了队长 因为他们有作战经验 留下来 所有队员他们不要 全部 全部不到四大队去 中国空军制航大队 不到四大队去 他们就是队长去印度 接这些新的飞机员 从美国回来这批 所以他们成立的时候 只有部队长是老飞机员 其他新飞机员 全部都是留美回来的 这一批人员 也是以后最后 中国作战的主力 他们成立这个队以后 刚开始 因为美国人少 所以除了中队长之外 其他都是中国飞机员 直到五大队成立 美国人多了 就说是中队长 副队长 一个中国人 一个美国人 飞队长也是中国人 美国人 作战参谋也是一个中国人 一个美国人 到时候就是一样一半 当然出去飞机的时候 两架的话 就有一架美国飞机 一架中国飞机 或者有四架的话 就有两架美国人 两架中国人 这就是联合作战 他们就是一比一了 可是刚起先的话 他们美国人还是少 还是以领导阶层 来领导你和中国作战 全国人 都没有好 全国人 都是全国人 最高的 孕魉 好的 全国人 都没有好